这是一座远离城市的宁静小岛 小岛常年存在高龄化和人口稀少的问题 虽受经济远远落后一般小镇 但岛民安居乐业 其乐融融 可一个行满出狱的杀人犯即将打破这座小岛的宁静 为了让刚出狱的大雄能够融入社会 社工带他来到岛上的无花果园找工作 不料在路上残骄杀害 即使手握人命 大雄不仅不慌 反而大摇大摆在岛上闲逛着 他闯入一户人家的庭院 实际小女孩独自一人在玩着过家家 他偷偷注视着一切 目露荧光 手上开始作者不可描述的事 这户人家的主人 这是岛上赫赫有名的无花果栽培家龟胎 龟胎正在与镇长商谈业务上的事 并不知道家中发生的一切 等他赶回家时才发现女儿消失不见 看着地上掉落的陌生塑料瓶 又想起杀人犯来倒的事 不好的念头浮现在脑海中 他立刻联系自己的发小阿淳与真一郎 让他们帮忙寻找自己的女儿 果不其然龟胎在自家国园中 发现了大雄的身影 对方死死盯着手机 手机的影片中传出女人交传的声音 只见他闻着女儿的鞋子 这使发小阿淳赶到 可大雄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出龟胎女儿的下落 几人扭打在一起 打斗中龟胎不慎将大雄推倒在石砖上 对方一命呜呼 然而戏剧化的一幕发生了 女儿平安无事 刚才只是贪玩和朋友出去了 打发走妻女 看着地上逐渐冷去的尸体 事发突然 三人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阿淳认为他们只是正当防卫 应该问题不大 可问题是整座岛屿的未来发展 都寄托在龟胎无花国国园上 如果这里发生过冥案 那么国家政府就不会大理开发这个有黑历史的岛屿了 在驻岛民警真一郎的提议下 三人将尸体放入阿淳的冷库中 决定暂且隐瞒此事 龟胎的无花国果园 以小岛的代表产业在杂志以及电视上大理宣传 曾经的无名小岛如今正在受到全国的瞩目 国家甚至为他们播发了五亿补助金 龟胎自然也成了诸寿岛的明星人物 备受岛民禁养 可计划总有变数 他们没有想到大雄在岛上曾杀害了社工 社工失踪后 他的家属向警方报案 根据线索 最终警察还是调查到了龟胎的果园 眼尖的警官一眼就发现了龟胎手上的伤口 好在猪兽岛以野猪泛滥为名 他谎称这是自己解决野猪时受的伤 而野猪的尸体已放在冷库 这才应付了警官的询问 与此同时 警方接到举报 有人发现了社工的尸体 至此警察调查的方向从失踪改为了故意杀人 刚出狱并下落不明的大雄自然成了犯罪嫌疑人 离开小岛的唯一工具就是船 可无论怎么调查也没有查到可疑的人员 他们推测大雄一定还在岛上 身为驻岛警察的郑一郎立刻将警方的调查进展告诉了两个发小 正当他们准备处理尸体时 来了位不速之客 来人尽是镇长 了解完情况后 镇长提议让阿纯去自首 龟胎是全岛人的希望 郑一郎是小岛唯一的驻岛警察 只有举目无亲的阿纯是三人中最没用的人 镇长不仅让阿纯一个人去顶下所有的罪 并以此事要挟龟胎将果园所属权转移给自己 觉得这时一直在门外偷听的老人闯了进来 一刀落在镇长肩上 原来老人早已目睹龟胎转移尸体的场景 可他为了小岛的发展选择帮忙隐瞒此事 他叫来镇长是希望他一起帮忙 没想到镇长贪得无厌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扭打间镇长拿起电击棒反击了老人 情急之下阿纯拿起铁锹拍向镇长 事情逐渐突然掌控 不巧的是老人的儿子儿媳找上了门 说完遗言后老人就失去了呼吸 为了守护小岛未来的幸福 儿子儿媳最终听从了父亲的遗愿 选择帮龟胎处理现场 儿子求熟识的医生帮忙 让他伪造死亡证明假装父亲是死于心脏病 至于镇长和大雄的尸体 龟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铁锹和柴刀粘上大雄的指纹 再将镇长抛射在出岛的小船上 将警方调查的方向引导成大雄杀了镇长后逃离小岛 按照龟胎的设想这样下去警察自然会从岛上撤走 这样大雄的尸体就能随意处理了 安排好一切后他们举办了葬礼 葬礼本该是沉重的场合 可镇长的葬礼上 魔镇岛民们依然沉浸在小岛复兴的美好想象中 没有人感到一丝悲伤 甚至有人感慨 日复一日 每个人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内心波涛汹涌 很快镇长的尸体被警方发现 左肩被柴刀砍伤 头部也有被铁敲击打的痕迹 胸器上都沾有大雄的指纹 可一招大雄之前的作案模式来看 他不可能选择这么麻烦的手段 警方认为是有蹊跷 他们继续走访每户人家 试图盘问出线索来 按照事先的演练 面对警方的询问 龟胎依然毫无破绽 正当警方一筹莫展时 龟胎院子前掉落的大雄求知履历 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 警方在岛上大规模展开调查 引起了岛民的不满 在岛民的眼里 警方仿佛变成了给小岛添乱的敌人 十分遭受排挤 这一郎替岛民原厂 表示他们并没有恶意 只要找出大雄的尸体 岛民自然会安心下来 真一郎的一句话 无垠加深的警方的怀疑 龟胎按成真一郎的口供出其一致 加上三人是发小 感情深厚 三人极有可能串通口供 觉得这时 警方意味得到了一条线索 现在是进捕期 是禁止捕猎野猪的 想起龟胎曾说因为捕猎受伤 警方毛色顿开 立刻感往冷酷 可掀开蓝色塑料袋 里面竟真是一只野猪 原来龟胎早已在阿纯的提议下 转移了大雄的尸体 然而真一郎以为事情败露 决定独自揽下杀人的罪责 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小岛 留下一条影像 真一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原以为事情会告一段落 可当天晚上 所有村民都收到了一条短信 龟胎是真凶 尸体藏在他的果园里 消息是通过镇长手机发布的 可当时负责搜身的真一郎 并没有发现这部手机 也就是说 当时在场的人中 极有可能存在叛徒 可如今思考这个问题 已为时过晚 警方很快对果园 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迫于压力与内心的自责 龟胎终于坦白了一切 被警方逮捕 可故事并没有结束 这天龟胎女儿 问起爸爸去哪时 阿纯只是淡淡地表示 爸爸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原来幕后策划 这一切的人竟是阿纯 因为龟胎拥有他想要的一切 受人敬仰的工作 美满的家庭 而自己只能生活在他的光环下 本一季度 内心早已扭曲到阿纯 被镇长一句 散言中他最没用的话记录 开始决定报复龟胎 阿纯将无意在村口前 发现的大雄求职信 偷偷放入龟胎的院子里 成功吸引了警方注意 如果尸体在自己的冷库中发现 他也罪责难逃 因此他提议转移大雄的尸体 再用镇长手机 向岛民揭发这一切 自己便可以完美脱身 只有发小真一郎的死 是他预料之外的 其实龟胎清楚 背叛了自己的人是阿纯 原来他早已意识到阿纯的心思 但自己却一直忽视了对方的情绪 是自己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可如今以为是过完 龟胎中将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这里是兔仔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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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